大家好,我是梁子 本期受访者是一名北京人,90后 她目前的职业是高三老师 当时在报高考的时候呢 我妈找了个大师 算了命 就是算完了命之后 说必须得从事文字相关的工作 或者跟纸张有类似的打交道的工作 如果是跟金融有关的 这孩子30多岁,35岁或者43岁 这两个年龄年龄段的时候有坎儿 就容易进去 完了听了那个大师的话呢 我妈当时在报大学的专业的时候 就没有选财经方面的东西 都选的是语言类的呀,师范类的 那是十多年前 我妈跟我说的是 那个大师收了2000块钱 这2000块钱 我觉得对一个基本的生活收入 基本工薪家庭来讲 这已经绝不是一个小数目了 2000块钱只是大师 当然没有别的意思 就真的只是写了张纸 完了之后拿那五行八卦 我妈也办懂不懂的 你看大师这说的是什么意思 那个说的是什么意思 换回了2000块钱的这么一个人生的指向 告诉了我 你家里的床应该怎么摆 完了你应该选择什么专业 而且他选择的院校应该在你们家的什么方位 虽然很荒唐 如果是我有了孩子或者再让我选一次的话 恐怕我也还会花这两千 甚至我妈可能还会花这两千 现在催生了一个行业就是专业的选择 专门有这些机构在做这个 就是针对你孩子考出来的分数 之后他会给你规划相当院校 而且他会把这几年就业前九 用大数据的方式给你分析出来 那爹妈基本上没了解过这个行业的大数据的话 那看到这就傻了 这数据怎么着 调形图柱状图 整个的这个曲线拿个曲线 那基本就傻了 要你多少钱就得给你多少钱 其实说实在话 现在孩子们对于这种现象反倒叛逆的不赌 就是他们都能接受 为什么呢 就是刚才咱们说的那个问题 他们不知道他们要选些什么 所以我觉得其实真的把18年交给一个机构 或者交给一个职业规划师 可靠不可靠放在一边 但是孩子们也没有反抗 家长也没有反抗 而且反而挺乐意交钱的 其实说实在话 可能我当时跟现在的这些十七八岁 尤其跟我们班看的他们孩子们是一样的 当你问到他们的时候 你说你想报什么专业 想学什么的时候 他们绝对会回复你三个字 我也不知道 或者不知道 对于尤其高中生 因为它涉及到自己将来人生的选择 他不能过多的去感受 这个将来自己想做的事 最害怕或者最可怕的一件事就是 他们现在满脑子只知道把分数考上来 当然特别重要这件事 但是他得知道我考上一定的分数 我可能是为了学到那个我自己心仪的专业 或者去到那个我自己心仪的学校 就行了 这件事重要 目的很重要 考上来高分的目的很重要 但是他们现在是不知道为什么 但我先把分考上来再说 这个挺可怕的 不禁就让我想到一个事 就是好像我们从小的时候 爸妈都会问我们一个问题 就是你小时候想当什么 完了你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 或者你父母就会告诉你 或者学校老师 幼儿园老师就会教给你 想当科学家 想当医生 他们告诉你这个时候 其实你也绝不知道 当科学家是什么样的 当医生是什么样的 但是你就会说 这就好像是前一幕话 教会了模仿 就是我们觉得当科学家 当医生 完了当军人 他一定是个好事 这的确是个好事 但是喜不喜欢我不知道 所以从那个时候 我们几岁开始 他们教育的方式就是 无论你喜不喜欢 我告诉你你是好的就行 你一定得让我 就让孩子们 按照你认为是好的的方向 发展上去 无论你喜不喜欢 你不喜欢 它是好的就行 因为到那个时候 我觉得可能 全中国的家长 让孩子经历高考的时候 他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就是现在家长们呢 他有时候会说一句 就是尊重孩子的选择吧 但是其实这句话背后呢 可能大多的时候 是家长真的没办法给他选择 如果家长有办法给他选择 告诉他可能你在三年之后学金融 你就会发展的特别好 那家长绝对不会说尊重你的选择 我有个朋友 爸爸是这个 这个 这个某一个行的行长 当时孩子跟我特别要好的一个初中同学 就想学语言 这个分数连很高 考出来之后呢 基本上模拟的水平都能达到北京外卫大学 或者北京语言大学程度 那他爸呢 就一直的要求 说你不能学这个 你必须学金融 将来可能我会给你铺垫的好一点 如果爸妈或者说这个父母之间有这种 这个主动性的趋向的话 他是不会让孩子说尊重他的选择 我觉得大多有的时候可能是这种可能性 可能这个80后跟90后之间的差异啊 不是那么的大 我觉得比较大的就是 现在这个 这个学生们这一波 00后他们 从他们基本上的出生 到整个的成长环境来讲 基本上和我那个时代 大概是截然不同的两个环境 那对于电子产品 咱们说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对于电子产品 从他们出生 可能手机啊微信等等这些就有 他们大多获取知识的来源和知识的方式呢 很快很便捷 而且他们也很方便能找到这些 这就给他们平常解决问题提供了便利 那我可能会找百度 我实在不会的办法呢 他们告诉我 老师你看 那个原来我讲大阅读的时候散文 说老师你看 B站上有一个老师 散文是这么讲的 完了你是这么讲的 老师您看那这俩哪个对 他们会用这个办法来质疑你 因为他们自己会找到相应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他们还跟我们这一辈有一个时代上的差异在于我们那时候都是独生子 他们还有二胎放宽的这个社会大背景在这 就是他们很多的孩子们 因为现在十七八岁了 下面有弟弟有妹妹 其实很多人说这00后自私 其实这真的不是 他们会懂得分享 甚至懂得去照顾他们下边的一些弟弟妹妹 班里有个孩子今年十八 弟弟十岁 34年级 他要负责自己的上学 还要负责这个接送弟弟上下学 弟弟小学四年级五年级 所以其实你说这要是一个不懂得分享 或者不懂得照顾这个这个小小小朋友的这么一个00后的话 我觉得其实也是也是不太不太可能的 在虚拟空间上或者说在他们日常交往当中 朋友更充当的是一个玩伴 不是一个真的可能在你需要困难的就有困难的时候帮你伸出援助之手的人 现在的这个高中生们就没有再出现聚众这个出现这种的问题了 这个这个出现斗欧或者说打架的问题了 很少 不知道是因为他们这个都和谐了 还是都上升到这个欧暴力了 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大多会有几个三五个好朋友吧 你如果真的发生一些矛盾的时候 你是会愿意跟他们在一起出门的吧 他们至起码还能给你保证一些安全感 我觉得可能网络把他们的这种暴力的问题转移了 因为他们大多的娱乐和消遣的方式也变了 网络游戏和从网络上沟通交流 已经成为他们这个生活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了 那原来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手机 有手机的时候也仅仅只能发短信打电话 那没有网络 那那个时候就不可能产生网络上的一些问题 70后我觉得在要孩子的时候 应该就已经做好了十足的物质条件的准备 那这些孩子们在现在他们的成长的时代来讲 他们可能从来没有被 这个基本的生活和物质发愁过 也从来没考虑过 那这个固然好 但是有一点不好的就是可能这帮孩子或者从这个时代成长起来的孩子身上缺乏一股狠劲 或者说的直白点的缺乏一股狼性 可能是缺乏 有的孩子也有 但是呢 很不容易能看到这个 他们会有叛逆 当你说他们的时候他们会不服气 但我觉得这不是狼性 也不是狠劲 就是对自己的那种 对自己那种让自己吃苦的能力 我觉得可能他们跟我这一辈 就更不提80后 更不提70后了 可能浅缺了不少 我打个比方 我高中谈恋爱了 那我妈就一定是会严厉的训斥我 给我讲道理 这不行 那不行 反而现在孩子们她期待的 爸妈也应该是这么着对待她 但是呢可不是 这个母亲或者父亲跟我聊的时候呢 反而还是我跟我的闺女 或者跟我的儿子 还有一种朋友的方式去谈这个事 她可能愿意跟你谈几句 但是她非常明白 你用这种方式就是想什么 套出她的情报 套出她的情报之后 完了从而再对她实施打击 因为她知道 父母打心里是不太期待 她干这种可能跟现在身份不符合的事情的 而爸妈呢又好像仿佛不知道从哪 听到了一些这个这个这个话语或者指导 就是你必须得以她的身份 她的视角去切入她 那父母切入进去之后 那就显得相对来说比较刻意 比较作作了 那孩子是更加具有防范意识的 这是不会跟你讲的 所以慢慢的用这种假的方式去走进孩子心灵 反而比原来我们那个时候代购更大了 一些大事大非上 父母老师真的不能以 可能更加贴近说所谓朋友的身份去接触 可能孩子们其实想更多听到的 是父母和老师以他的阅历分析出来的利和弊 那接下来就跟你没关系了 那就是我自己 我18了 我17了 我要做选择的时候了 我认为谈恋爱或者我认为玩游戏 不影响我的学习 那我就一定会认为 走得下去 是没错的 尽管你跟我说了很多不利条件 尤其在面临这种关键时刻在管理孩子们的时候 其实我这个词管理用的不是很好 其实应该是一种合作的模式 不管是老师跟家长之间的合作 还是老师跟学生之间的合作 合作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更高的分数 成为更好的人 还是家长跟孩子们之间的合作 家长总的有的时候 对于孩子们的这种关系处理起来的时候 他还是会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 有的时候家长就过分走极端 就是觉得我的孩子真的是那种小皇帝 小公主的感觉 那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从学生自己本人身上 其实他自己也能够预估出来 家里的能力或者条件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可能是不是也得想想 作为现在这一代人 可能爸妈为你还要奔波好久 可能为你还要付出不少 还要花费不少 你是不是就少提一些无理的要求 那爸妈呢是不是也明白一点 你将来可能还会为你儿子付出不少 为你姑娘付出不少 那你是不是现在也能让他自己 多经历点风雨 那可能这两点如果在爸妈心目当中 这个能够扎根下去的话 根深蒂固的话 我觉得那孩子会成为一个 相对有抗风险能力的这么一人 可以这么说 学生们现在就是上帝 一方面呢 是这些 这些 零零后们啊 包括这些孩子们 真的不好管 就他们千姿百态 想法多种多样 如果你给他们安排不好 你给他们修剪不好的话 那这些 这些小树苗的主人 他们的亲生父母 会觉得你没有尽到这个责任和义务 而且你自己 有一点 我觉得大多的老师都有一基本的良知 就是他们认为 我没给他修剪好 也有我一部分责任 所以你出于两方面 你都会觉得 你必须得管他 你不给他服务 你不给他修饰好 那是不行的 刻上无大小 刻下立规矩 因为有的时候在这个 上课的过程当中 为了达到一些预期的效果 在讲《红楼梦》情节的时候 在讲《平凡世界》情节的时候 在讲这些大步头文学的时候 这两本书加起来 可能将近200万字 不爱看的 那他们可能在B站上 还是那句话 找一个短视频 五分钟看懂《平凡世界》 解决了 但是考点不是这样的 那你在给他们讲的时候 你可能就必须带入到 那个角色里边去 让他们以这种鲜活的方式去理解 但是如果你还是跟他们特别亲密的 刻上那种形式 在刻下管理他们的话 那基本上不行的 可能随地吐痰 你就得管他 或者说在这个学校里边 随地乱扔垃圾 你就必须要管他 或者说在学校里边 俩人就发生了一些不雅的行为的时候 你就必须得明令禁止 遏制住他 如果你在以开玩笑的方式 他也会哈哈一笑给你过去 第二次明天可能他还是那样 所以在刻下一般都是极其严厉的 分数一方面代表能力 我觉得可能更重要的一个人 成与不成 在这个社会上能不能立住 更重要的一方面是他的道德水平 其实很多时候 就曾经一度都有那么一两个秒钟 或者那么一两个钟头 我觉得这个老师挺难当的 不管是你十一二点 接到家长电话 还是孩子们之间发生了真的这种 特别严厉的 或者比较严重的肢体冲突 你都觉得 就是我是一个老师 我是教书的 我怎么还负责管理这些事 这个我怎么还负责管理这些琐碎的事 但是你就会发现一点 其实当我摆正了一个态度之后 你就会发现 这些学生 爸妈把他交到学校手里 学要把这些学生交到你手里的时候 这就好像是你面对你客户一样 就这些三十个孩子或者四十个孩子 他就是你的客户 第一 你得保证 这些客户的生命安全和人身安全 同时 你在给客户传递的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知识 你还得确保他学到知识 更重要一点是 你还得教客户做人 就这三点 好像慢慢的当了这几年老师 我都觉得这些这个十七八岁的孩子们 他就像客户 你就得把他们这个安排好 打理好 你才跟学校有的交代 才跟家长有的交代 我一直以这么一个态度来摆清我自己的位置 不是单纯的 那好像我一吼或者我一嚷嚷 你就得听我的就怕我的 其实不是 因为什么呢 我真的是为你好 尽管有的时候你不信 或者你不认为我是为你好 但我还是得这么做 可能相对来说比较资深 所以说咱们所谓比较大一点的老师 也受到时代的冲击 他们也不得不改了 因为现在你服务的这些对象 或者说你教授的这些对象已经变了 他第一单纯的不是怕你 更重要的是现在要转变一种方式 就是让他们信服你 相信你 最重要的是他们相信你 他们只有相信你了 他才愿意相信你 教给他们的知识和做人的道理 我记得很清楚 就是我小时候的老师 把我的作业本撕了 扔到水桶里边 还让我晾干了之后 再重新把作业给补上 当然可能我错的比较多 但是我也写了呀 不是没写啊 那现在不行了 那现在不行了 你要敢把他作业本撕了 那也就是职业生涯 差不多到此结束了 那可能现在的孩子们 当出现面对这种现象的时候 他们可能气得鼓鼓了 绝对不会服你的 可能从此以后再也不学语文了 再也不学数学了 但我们那个时候不行了 我们那时候从心里就知道 老师必须得尊敬 无论他做出什么 但他为我好 但他们现在不是了 可能这个老师师生平等的这个观念 在他们心目当中更加根深蒂固了 相对来讲 学的最重要的一课 上的最重要的一课就是 不生气 就是别因为那些没有用的事生气 因为可能学生过两天就忘了 你天天记在心里 吃不下睡不着的 人家没当回事 所以 跟他们在一块成长 包括说的实在点 在知识上也是 他们问出的不同点 或者他们问出的这些问题 我也自己在学习 也就是这样 教学相长 只要最后清华录取 过程当中 你给我几鞭子 给我十鞭子 二十鞭子 我觉得我也能接受 可能前一阵 大家就一直特别热烈讨论 这个给衡水中学 或者以衡水中学为代表的一类人 叫小镇做题家 或者叫做题什么家 对吧 他会给出这么一个定义 这个之后 我就觉得 当我看到这个定义的时候 我也觉得 人家可能也没有什么不快乐的 我觉得当成为一个小 就是做题家的时候 他真的没有不快乐的了 为什么呢 因为每次数学题来了之后 我直接碾压 这有什么不快乐的呢 可能也会很快乐 为什么呢 因为 只要是在高中体制内 只要是在高中这个学段 你最后最快乐的时候 是你拿到你心仪 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 就是可能我们挣钱 也是为了将来买一个更大的房子 当我入住的时候 可能是我最快乐的 无论我这三年五年 吃了多少苦 这都不关系 这都没关系 但那在高中这个体制下 无论过程是什么样的 那我觉得最后快乐的那一瞬间 就是可能北大的录取通知书来了 清华录取通知书来了 或者你心仪 那大学录取通知书来了 过程当中 如果相比较而言的话 恒水中学那个体制下 和北大附中这种相对开放自由的体制下 培养出来孩子可能侧重点不同 但在前一阵 我看这B站上也有一亨水中学的孩子 已经非常棒了 也能演讲等等的 所以可能现在我们整个比较高中学段来讲 更注重培养的是孩子那种全面发展能力 同时绝不忘拿到更高的分数 像北大附中那种 可能进北大西方的录取域差不多 可能东北年上记几百个 你会选择哪一种 你会想着让你们孩子进去 如果是我的话 我可能会希望让孩子去选择 北大附中那种模式 原因非常简单 我觉得可能 北大附中那种模式 更相似于社会那种感觉 可能我的孩子从小 从高中这个阶段上大学 他就会更容易接受上大学当中那种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或者人与老师那种关系 我觉得最可怕的是一个人 上了大学之后 或者走上了工作岗位 进入社会之后 受到那种打击 我觉得老师把我的本撕了 我觉得都没什么太大的恶意 但是如果真的将来走上社会 来自于这个领导 或者其他人对你的这种伤害的话 你如果挺不住 抗不住 那可能真的是致命的 因为你已经走上社会了 没有人才会帮你解决问题了 展示啊 对 如果结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肯定毫无犹豫地选择恒水中选 因为最后那个结果真的比过程 我觉得有的时候要重要一些 后期的能力可以培养 但是可能985 跟二本之间比较悬殊 如果是去北大树中 能进211 我都会去选北大树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